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人类都是靠着心里的安心来度过未来的日子 往往人们为了得到心灵的安心而去拜佛 求得佛祖 观音等神圣人物保佑他们出入平安 事实上 他们这样做是求心安 当事情发展得很顺利时 这并不是他们的保佑 而是命运的安排 而他们就以为是佛祖保佑 这样佛灵带给他们希望 使得事情绝处逢生 逆转乾坤了 人就是靠希望而活着 并且活得更好 更快乐 因果报应思想的基础是因果 全称 业因果报或因缘果报 它涉及业 因 缘 果 报五个方面 业是梵文音译 意思是造作 活动 指一切身心活动 包括身 口 意 三业 包括善业 恶业 无忌业 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业 却有很大的力量 可以说 我们人生是受着业力支配的 业就是因 因就是原因 也叫业因 是事物的本源 果是结果 报是报应 是回报 缘就是条件 是一种助力 因缘结合才产生果报 而其中缘的力量和作用是无比巨大的 改变了缘 因的作用就会产生变异 果报也随之发生变化 有几种人你伤不起 一旦你伤害到下面这五种人 轻者你可能会背上沉重的因果关系 早晚得到报应 重者你会得到现世报 让你破财损运 遭遇灾祸 一 应得厚重之人 就是大善人 大好人 这样的人 做的好事特别多 不单单是周围的人们知道 包括神仙们也了如指掌 都有记录 如果你无意中伤害到大善人 大好人 现实中你会遭到众怒 冥冥之中你也违反天意 一 不留神就会得到天怒 得到报应 二 对你有恩之人 比如你的父母对你是养育之恩 曾经帮你度过无数劫难的人 这都是对你有大恩之人 切记 面对这些人 就是宁愿伤害自己 千万不要伤害他们 因为这些人 冥冥之中你已经欠他们很多很多 如果你再伤害他们 那你会欠他们的更多 一旦得到报应 那就是非常的快而且严重 有时候会让你短时间内 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大恩之人万不可伤 三 同甘共苦的有情人 这些大多指的是夫妻 曾经为你付出真情 全心全意为你付出的人 也就是遭康夫妇不可丢 现在很多夫妻是这样的结果 曾有一对夫妻 两人结婚二十多年 男的一直在家庭里面是辅助作用 对媳妇的工作特别支持 对家庭的付出也是任劳任怨 在家庭里面甘当绿叶陪衬 让老婆在事业上呼风唤雨 但是这个媳妇嫌弃老公不懂风情 不会生活 在她四十三周岁的时候 决然放弃二十年的老公 跟一个小自己几岁的男人跑了 不单单伤害了自己的老公 也把家里的大笔财产转走 就在他们跑路的第二个年头 这位女士和男友遇到意外 这叫情重之人不可伤 四 大奸大恶之人 大奸大恶之人虽说最后难逃恶果 但是这样的人还是离他远点好 因为这些人无恶不作 心狠手辣 恐怕还没有到他受报应的时间 他先伤害到你了 这些不是咱们这些普通人 惩恶扬善所能办到的 遇到这样的人 还是千万别伤害他 进而远之为好 因为这样的人咱们伤不起 五 心平持戒的修行之人 这些人不管他以前如何 现在他已经是心平持戒 潜心修行 这些人身体周边 还存在一些清净之气 也就是佛家常说的法体护身 一旦伤害这些人 一般会很快得到报应 在清修之地 千万不要乱说 不要行为不尽 当我们做到不伤害别人时 并不能保证别人不伤害自己 但要知道 伤害你的人 其实是来度你的 佛家讲究一个因缘 其实就是因果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这一生我们会遇到谁 和谁的缘分会比较深 和谁的缘分浅 其实早注定了 都是自己过去种下的因果 佛说 若无相欠 怎会相见 人与人之间的遇见 不是来要债的 就是来还债的 无缘不惧 无债不来 彼此不相欠的人 无缘对面不相逢 每个人这一生 都会遇到千千万万个人 但大多数人 只是陪我们一成 缘尽了 便再也不会见面 真正与我们缘分深的 比如亲人 这样的缘分 非同一般 佛说 只有很深很深的缘分 才能在一条路上 走了又走 同一个地方 去了又去 同一个人 见了又见 是自己的因缘 躲不了 不是自己的 也强求不来 不论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人 给我们带来温暖 还是伤害 都是我们本该遭遇的 都要接纳和珍惜 善缘也好 恶缘也罢 下辈子不会再遇见了 我们往往对爱自己的人 心怀善意 却忽略了那些伤害自己的人 同样对自己恩重如山 赞美声固然可贵 诽谤声同样功不可没 那些伤害 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让我们的心量更大 更能安定 宠辱不惊 伤害我们的人 他们冒着下地狱的风险 来度我们 他们不惜造业来成就我们 我们就不要抱怨了 一切都是因缘 也都是最好的安排 生活要我们成长的时候 必会安排一些 让我们不如意的人或事 来历练我们 这是人生的祝缘 而非刁难 无魔不成佛 人在顺境中 是永远无法成佛的 大多数人都喜欢 安逸的环境 喜欢过顺风顺水的日子 但人生充满无常 一帆风顺 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现实的生活中 更需要我们成风破浪 一个人真正的强大 不是在顺境中 有多大的成就 而是敢于面对 人生的坎坷与苦难 不论是谁 带给我们的风雨 都要在大浪中 做个坚强的勇士 如果在婚姻当中 夫妻之间恩爱 那恭喜你 那是你自己修来的善缘 如果夫妻不合 矛盾争吵比较多 甚至有一方伤害另一方 也不要心生怨恨 都是因缘果报 该随缘随缘 有缘不会散 缘尽终会有散场 凡事要想开点 该珍惜珍惜 该放下放下 人生就是一段又一段 了缘的过程 彼此欠债还债 报恩报仇罢了 最后都是孤独的行者 别人如何对待自己 是我们自己的果报 自己如何对待别人 是自己的修行 伤害我们的人 自己造业 损耗的是他自己的福 自有其果报 我们不要生报复心 他造他的孽 我积我的德 个人负个人的因果 走好自己的路 所有遇见 皆是美好 下流老人 老人漂流 老后破产 甚至是老后两代破产 日本NHK推出的系列节目 老人漂流社会 记录那些有房产 储蓄 退休金的老人 仍旧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呢 不仅出现在 独居老人身上 也同样出现在 与子女同住的老人身上 日本在1970年初 便步入老龄社会了 2006年 更是进入超高龄社会 就在不久前呢 台湾人口首度负增长 预计也将于2025年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 人口老龄化 不仅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影响 还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支持系统 包括社会福利 住宅正义 长期照顾等 他们会把手伸进尿布里掏使 然后丢在墙上 丢得满屋子都是啊 我们也不能讲什么呀 就轻啊 最多说 下次啊 会告诉你家人哦 明知是没有用的 近期在台湾长照机构里 看护过老人的朋友 几句话呢 给我描绘出一幅惨烈的工作图景 朋友的经历看来是普遍情况了 阿公会把沾着大便的尿布扔到我脸上 他不开心的时候就一边打我一边说 我想死 我想死 这是一名在台湾工作的外籍看护工 曾告诉我的故事 照顾一个卧床的老人啊 太难了 于是就会发生很多悲惨的故事 一个清晨 一名奶奶推着自己的先生来到一条水沟旁 先把他推下去 然后自己再跳下去 这是作家接体员大师兄给我讲的故事 我接到这种工作就觉得很不忍啊 照顾人照顾太久的那种绝望和疲惫 只有自己本身经历过才能体会 台湾岛内媒体报道 去年6月24日 一名业性男子不堪常年照顾行动不便 且已经失智的奶奶 持菜刀砍死奶奶后主动报警 哭着说 我杀了奶奶 此外呢 类似的新闻还有啦 70岁的男子闷死卧床10年的老伴 78岁的老妇闷死照顾了50年的脑性麻痹女儿 55岁男子勒死85岁父亲后 再在铁桥上轻生 敢不敢老啊 怎么老呢 老了之后呢 这些问题啊 要如何想象 台北市某处公寓 一楼隔成12间不到两平的小房间 一个月租金 5000元新台币 租客呢 大多都是75岁以上的老人 门与门之间暗泽的走廊上 还放着轮椅 房内是简单的陈设 满是杂物 没有对外窗 面对媒体镜头 老人说 我们住得安定 能够吃得饱饭 睡得着觉 我们自己觉得很满意啦 在台湾呢 老年人租房一直都是个难题了 原因不外乎 担心老人缴不出房租 担心老人在房子里过世 担心没人帮忙处理老人身后事 于是很多老人只能窝居在条件糟糕的租屋里 今年7月31日 岛内媒体有这样一则报道 母亲 母亲名下有一间房子 但是存款所剩无几 女儿呢只能用自己的存款去照顾失智母亲 长期照顾是经年累月的消耗啊 存款逐渐见底 再不去工作就无法再附和了 当局针对重度失能者所给予的照顾时数根本不够 但受限于经济状况呢 他们也聘不起外籍看护工 女儿想要卖掉母亲的房子 但两个哥哥却不愿意 最后闹上法庭 这样的困境很难有解 据调查显示 每1.8亿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中 其中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或部分失能的老年人约4000万 很多老人生严重疾病的时候 可能是在医院尽力抢救 有些子女也会想尽办法 让老人能够最大可能地维持生命 而这种情况可能在一些欧美国家就比较少见了 据统计啊 在瑞典、澳洲、奥地利、荷兰、西班牙与美国等国家 只有20%的人在医院过世 很少有常卧在床的老人 这是为什么呢? 欧美人看待生老病死会相对比较淡然 大多认为这是非常寻常的事情 特别是像癌症晚期这种中末期疾病的老年人 治疗没有多大希望 就不想去医院再受罪了 也许接受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延长寿命 但是治疗的手段和方式会增加痛苦 并且生存下来的质量也不高 所以呢 他们更愿意坦然面对死亡 临终时能够有尊严的死亡 而不是插着各种管子 经历过各种抢救之后 无奈地走向死亡 有人说呀 寿命到了 福报没有想完的 卧病在床上想 两者是否矛盾呢? 其实啊 不矛盾 确实 我见过这种情形 寿命到了 福报太大了 福没有进 那怎么办呢? 生病 老人痴呆症 家里人呢 要雇三班护士 轮流照顾他 那个费用很大呀 往往这样照顾 照顾十几年 二十年 他才走 他要把他命里 那个钱要花光 他要是不用玩 他不会走的 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也有学佛的同修 很虔诚的佛弟子 来问我了 家里有这么个老人 当然 这个老人生病 全家都不安 精神负担太重 来问我 我说 我说的话呀 你相不相信呢? 你肯不肯听呢? 肯听 我真的可以帮助他 什么方法呢? 把他的钱财拿去做好事 做慈善事业 全部捐出去 就两个情况产生 一个是他还有寿命 他病啊 就好了 他可以移养天年 或者再过个三年五年 他就走了 他病好了 另外一种呢 寿命到了 他立刻就走 他不要受这个病苦了 此法出自地藏经 但必须注意啊 布施是为了老人修服消业障 而非嫌病人麻烦 远其早日走 若是后者发心啊 绝对错误 不得感应 所以钱财不能积 积钱财是罪业 业障怎么来的呢? 归根结底就是自私自利 有自私自利 所以就会有业障 你就会造业 造业是为了我 自己 为了自己就会损害别人 所以无量劫来都搞自私自利 都是为了一个我 假我 造了这么多的业障 那现在一起发菩提心 把我放下 不再想自己了 念念想众生 要救度苦难众生 这菩提心一发呀 我就没有了 业障就灭了 世间多少人需要钱财痛苦 你把钱财攒击 放在那个地方 不给别人用 你的罪过有多大 有些人他不懂这个道理 我的钱财都用光了 明天我没有了怎么办呢? 他不知道啊 欲用欲多 他不晓得这个道理 如果你是大布施的话 你钱财上遇到困难了 你这个功德了不起呀 为什么呢? 因果定律推翻了 由你做证明 没有因果 我讲的话 全是假话 你给他做证明了 你的功德多大呀 所以世间人无知 真的不明道理 但为自己得更多回报而不失 同属发心错误 不得感应 所以呢 那老人的慢性病 大致上都是这个样子 何必把那个钱 躺在床上去想呢? 世间苦难人那么多 为什么不去帮助别人? 自己早一点得解脱 早一点得自在 决定生到好的地方去 好事做多了 生天 躺在床上十几年 把自己那些钱想完 三徒去了 自私自利 为什么不去帮助别人? 要学佛菩萨 主动自动自发 主动去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修行最重要的是这两件事 清除业障和积累善缘 我们做的坏事 产生的恶念 都会形成一种看不到的屏障 这就是业障啊 而消除业障 减少业障的方法 都有那些呢? 做善事 放生 募捐 祈佛送经 都能减少业障 做的越多 业障就越轻 很多百岁老人啊 身体依然康健 行动自如 而有的老人啊 才过半百 就只能坐在轮椅上 整体被病痛折磨 这呀 就是业障重的缘故 没什么业障的人 内心平静 浑身清爽 有精气神 修行者 内心平静 念佛久的人 到了一定的境界 就感觉众生脱渡了 越来越神清气爽 也不会经常出现 各种小毛病 当你觉得浑身轻松 有劲儿的时候 就是业障消除了